前几天的苹果突然发布了搭配M3系列芯片的Mac电脑 一次性的把M3、M3 Pro和M3 Max都放出来了 这三个月前我们刚买的M2 Ultra系列芯片的Mac Studio 还有Mac Pro软件这还没装齐呢 这就成老款了 可能是酷块老大爷考虑M1 Max到M2 Max 这外观实在没啥变化 这富哥们的升级欲望不强 所以说着急忙慌的在大早上 大晚上推出了这个深空黑色 这样去星巴克的时候 别人才会一眼认出来 哇哦 新款MacBook Pro啊 OK 废话说的有点多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拿到的版本就是M3 Max芯片的四顶配MacBook Pro啊 其实像是芯片 剪视频 玩游戏 相关的变化 很多up主都测过了 我再测也没人看 咱们就从音乐音频领域的实际应用 帮大家再深度测评一下 首先很多音乐爱好者 稍有音乐从业者都说这Mac的声卡素质 和耳放的素质其实非常不错 所以说我们这次并帮大家实测一下 Mac内置声卡及耳放的具体数据 本次测试我们使用3.5毫米一团二的线缆 将Mac电脑通过3.5毫米的耳机接口 连接到我们输入动态最好的 Apple的Symphony Desktop声卡的输入接口 再通过MAA软件进行测试 首先是DA最大输出动态范围部分的测试 理论上动态范围越大音质越好 搭配M3 Max芯片的最新款MacBook Pro 达到了108.1DBA 表现的最为出色 排名最后的反而是M2 Ultra芯片的Mac Studio 数据和初代M1芯片的MacBook Air是一样的 其实内置声卡的DA动态范围 能达到这样的表现已经接近 甚至超越很多千元级声卡了 我把几款比较热门的声卡的最大输出动态参数 也放出来对比一下 最新搭配M3 Max芯片的MacBook Pro的108.1DBA 和价值2498元的SSL2加的数据居然一样 甚至超过了价值1759元的YAMAHA UR2C 这一表现其实是非常出乎意料的 我们接着看本体噪声数据和总谐波时针的数据 数值越低声音越干净 M3 Max芯片的MacBook Pro的本体噪声低到了-108.3DBA 总谐波时针居然低到了0.0006% 这一数据甚至比价值6599元的大热门声卡 IME Babyface Pro FS都要更优秀一些 表现最差的仍然是搭配了M2 Ultra芯片的Mac Studio 可能是苹果认为都买得起Studio了 难道还买不起外置声卡吗 相反M2 Pro芯片的Mac mini数据表现说实话还挺好的 可能这类用户群体更想 我全都要 所以说苹果这还真是挺懂用户的 至于内置声卡的延迟方面 也是众多音乐制作人和相关从业者比较关心的 由于最新的Mac内置声卡走的是PCIe通道 M3 Max和M2 Max的MacBook Pro 在BuffSize在32的情况之下 Logic Pro显示的最低输入延迟仅仅有1.8毫秒 输出延迟仅仅有3.9毫秒 这一数据已经和同样走PCIe通道的旗舰雷电声卡 旗鼓相当了 超越了一众USB声卡的延迟数据 我们还额外测试了英特尔老款的MacBook Pro 输出延迟高达了18.1毫秒 这几年的升级确实是相当明显的 千万别说什么内置板载声卡延迟不可用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延迟的高低理论上和搭配什么芯片关系并不大 只和不同年代不同价位的Mac所安装的内置声卡的好坏有关 自从2021年苹果推出了M1 Max芯片的MacBook Pro之后 Mac的耳放素质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推力也有所增强 而且苹果耳放的推力会根据你所连接不同的阻抗的耳机 是有所浮动的 我们实测当连接耳机小于150欧阻抗的时候 差不多推力在4.2dbu左右 但是当连接耳机大于150欧的时候 推力接近12dbu 其实这样的数据已经可以推动333 HD650 这种大于300欧的耳机了 像是贝亚动力DT880这种600欧的耳机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推力基本能打败一众耳放了 放在一堆声卡里边已经超越了SSL2加 以及YAMAHA UR22C这种千元声卡的耳放推力 甚至接近于Babyface Pro FS的最大推力了 因为有了这种自适应推力的功能 所以说低阻抗耳机也不必担心 需要把电脑音量调的过小 吸收原本音乐的动态范围 之前这种双推力的搭配在Babyface Pro FS上面上也见过 3.5mm的耳机孔是正7dbu 而6.35mm的耳机孔是正13dbu 目的也是为了适配不同阻抗的耳机 关于Mac内置声卡和耳放的性能 我们实测之后 在各方面确实能赶得上一两千元的大部分声卡的素质了 尤其是最新款的MacBook Pro居然还有一定的升级 那遗憾的就是Mac仅仅预留了一个3.5mm的外置接口 如果库克老师哪天想通了 会出一个IO的扩展模块 一众入门级的声卡得哭晕在厕所里 接下来简单聊一聊跑分的部分 首先是CGB2024的跑分 选择CGB2024的跑分是因为能跑满CPU的整个性能 也更贴近于极限的一个调用能力 单核M3 Max已经超越了M1 Ultra很多了 相比上一代M2 Max提升了16% 也超越了M2 Ultra的一个单核表现分数 多核已经追上了M1 Ultra 这意味着M1 Ultra基本上可以说宣告下岗了 而且相比上一代M2 Max直接提升了近62% 这应该是Max自古以来最大的升级了 CGB2024的GPU测试部分 由于M3系列配备了新一代的GPU 采用了全新的架构打造 引入了全新的动态缓存 提高了GPU的平均利用率 提升了高负载专业APP和游戏性能的表现 所以说F3 Max在GPU方面的提升也是非常明显的 足足比M2 Max提升了65% 直接跑分是M1 Max的近两倍了 直接干掉了M2 Ultra的GPU跑分 这个结果让同时拥有两台顶配M2 Ultra芯片的 Mac Pro和Mac Studio 对我来说内心是久久不能平复的 而且Mac Pro和Mac Studio多次跑分的区别 它俩不超过1% 在超高负载下转速不超过2000转 绝大多数时间风扇都基本不转 甚至低于500转以下 这意味着Mac Pro在不扩展的情况下 作用几乎为零 而且苹果还明确的说 这M2 Ultra已经很强了 不需要显卡 所以说这Mac Pro也不会出独立显卡的这样的扩展配件了 我的痛你们懂不懂 而且在CG版社2024渲染测试中还发现 M3 Max的功耗上到了近51瓦 而M2 Max只有32瓦 风扇转速对应是2000转和4000转 风扇终于转起来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之前 M2系列的苹果电脑 其实根本没有想榨干他们的性能 OK因为我们是专业的一个音频频道 所以说接下来 我会针对几款音频软件继续进行测试 像视频性能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隔壁影视飓风 芯片和游戏更多的形成测试 大家去隔壁可以看看极客湾的视频 咱们的视频就不过多赘述了 首先是录音混音方面 我们在Portus软件当中 建立了180轨24比特192千赫兹的轨道 同时录音 M2 Ultra的CPU占用率在11% 内存占用率在13% M3 Max CPU占用率在13% 内存占用率19% M1 Ultra CPU占用率高一点 14% 内存占用率19% M2 Max CPU占用率23% 内存占用率25% M2 Pro的CPU占用率在34% 内存占用率在49% 5台Mac全都可以实现流畅录音 当我们把其中30条轨道挂上肥波 均衡器和压缩器插件之后 它们的精度都是最高 M2 Ultra的CPU占用率在21% 内存占用率31% M3 Max CPU占用率在16% 内存36% M1 Ultra CPU占用率在17% 内存占用率37% M2 Max CPU占用率38% 内存占用率41% M2 Pro CPU占用率在59% 内存占用率77% 在这个情况之下 虽然说是CPU和内存占用率都没有跑满 但是M2 Pro虽然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能流畅的去操作和运行 但是已经会有一些 爆音和卡顿的情况出现了 在此轮测试当中 M3 Max的CPU调度和M2系列 其实有一些不同 它会优先调度两个核心 风扇转速也会提高 随着负载更高 风扇转速反而会变低了 再调度其他的核心 问了一下极客湾的飘哥 这样做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功耗和cluster变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如果判定6 cluster 底下就可以完美的跑动这些性能的话 就不需要跨cluster了 因为跨cluster会造成更高的一个延迟 而且会更费电 不过这类的录音测试是较为极限的 基本上这5台Mac都可以正常的应对 所有的录音工作 在实际的混音应用当中 我们找到了非常多复杂的出版级立体声混音的工程 这个5台Mac也都可以流畅的去应对 甚至M1 Pro和M2 Pro都没有必要着急去升级 像是做复杂的全景声影视配乐混音的话 由于通道数量是立体声的6倍 再加上轨道通常有几百轨 所以说M1 Ultra以上的性能也完全够用了 编曲方面 基本上5台Mac跑Logic Pro所有复杂的演示工程都是十分流畅的 使用自带音色进行编曲创作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依然请出了极为吃算力的血清合成剂插件 我们找到了一个Pi的音色比较多的工程 把Pi的音色全都替换成了血清插件 Autholator的Settings调为4成 总计有12轨血清的Pi的音色和120轨其他音色的工程 同时进行播放 升卡的bub size仍然是32最低 M2 Ultra的CPU占用率也是12% 内存占用率只有21% M3 Max的CPU占用率10% 内存23% M1 Ultra的CPU占用率12% 内存占用率25% M2 Max的CPU在24% 内存占用率45% M2 Pro的CPU占用率在38% 内存占用率到了71% 这个极限的情况之下 仍然只有M2 Pro的Mac mini会偶尔有暴音卡顿的情况出现 其他4台Mac都能从从去应对 我们再次将这个工程的所有的弦乐和管乐的音色 总共40个轨道都替换成好莱坞的音色 M2 Ultra的CPU占用率在31% 内存的36% M3 Max的CPU占用率33% 内存的44% M1 Ultra的CPU占用率36% 内存的47% M2 Max的CPU占用率43% 内存占用率61% M2 Pro的CPU占用率大概在79% 内存占用率已经爆了100% 这时候M2 Pro的Mac mini已经榨干了 其他4台都可以正常实时的播放和操作 所以编曲方面 第三方音色对于内存容量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在音频方面芯片性能 我感觉M2 Pro甚至M1 Max都是完全足够的 但是统一内存最大只有32GB的话 处理一些第三方音色比较多的大型编曲工程的话 就会受制于内存容量了 所以说建议编曲的朋友优先选择扩充内存的容量 会大大提高处理编曲工程的一个上限 如果是做一些流行歌的简简单单的编曲 使用Logic Pro内置音源音色 甚至M1系列芯片的Mac都是可以完全应付得了的 综其所述 其实Mac对于音频领域早已经性能过剩了 苹果在M3系列上面也主要会针对于AI 游戏特效建模等领域发力 支持硬件加速的光线追踪和全新的架构GPU 体验确实是有所升级的 但是光做音频 剪一剪我们频道的视频 其实几年前的M1 Ultra 都可以完全胜任我们的需求 一点都不卡 那到底要不要升级M3 如果你还是Intel芯片的Mac用户 不用考虑立刻升级 体验的会有彻底的提升 如果是M1 M2系列的用户 其实升级的必要真的没有那么大 可能最大的变化 就是别人可能画一句 哇哦 三个C口 深空黑色的最新款MacBook Pro 好了一样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感觉内容还不错 球弹球皮球软发电影给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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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